汉堡、寿司、排骨饭这些连锁餐饮美食民众大多吃过 为了辅导业者在食材上公开透明 台北市卫生局今年新增上市及上柜连锁餐饮专区 对象为在台北市有两家以上门市的品牌 目前已有16家公司、31个品牌上线 登陆361项产品、1572项食材 让民众掌握食品履历资讯 透过公开透明化的食材查询机制 提供更全面性的食材保护 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上市上柜公司 然后其中餐饮营收占50%以上的餐饮业者 我们是依照我们的食材制制条例要求 要进行食材的一个登陆 那我们总共会有18家的公司要做登陆 那目前到今天为止是已经有16家公司 31个品牌已经完成登陆 我们预计会在年底之前 会在iMap上面去做一个连结 那之后如果民众在我们的食材桌网络地图 在查询相关的一个记查记录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连结 连结到我们的食材登陆平台 那食材登陆平台进来之后 我们有17个专区 那消费者就可以依照他 所想要查询的专区 或者业者的一个名称去做搜寻 因为我们是上市柜的连锁餐饮品牌 所以我们都把食安是看得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这个食安相关政策 像这次台北市有这个食材登陆平台 那我们也加入把我们全部的品项 包括常态的品项跟这个期间限定的品项呢 都登陆在这个食材登陆平台上面 那也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一目了然 看到所有的比如说肉类或蔬菜 或是面包甚至酱料 他们的产地的来源 或者是制造商这样子 可以了解到其中的成分 那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 请请到 成果发表会现场也展示了 上市上柜业者美食及食材的来源资讯 卫生局感谢各家上市及上柜连锁餐饮业者 并颁发感谢状 感谢业者共同为守护民众食品安全 尽分心理 那最重要的我想 讲市长上任以来 非常重视食安问题 所以把食安官的层级 本来由局级提高到副级 那就只派我担任 监任食品保安官 那其实我接任之后呢 我发现卫生局的同仁相当的努力 也相当的富足 那尤其在这个食材登陆平台方面 我们推动很久 成果也很卓著 那今年呢 增设一个上市上柜公司 连锁这个参与的一个专区 那代表了我们很多上市上柜公司 更加重视这个食安这一块 那台湾过去以来 我们常常在吃方面 我们是相当的重视 我想这个华人是最重视吃的民族 所以我有时候到国外去 看到国外的同仁 他们的朋友 他们说台湾是美食天堂 但是我们从以前 吃饱 吃 吃足 到现在我们要求品质的提升 那品质的提升 当然有两方面 一个是美味的提升 一个是安全的提升 那过去这几年来 政府也相当重视食安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 那不管政府再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 最重要是我们业者的一个支持 还有业者大家共同的配合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连锁专区 最重要的就是抛砖于希望我们业者 尤其是我们很多上市上位公司 具有这个市场领导的一个地位 我们今天有16家业者31个品牌 那这些品牌我想都已经深入在我们市民每个人生活当中 我相信好像这些品牌我都吃过 所以现在你们是相当的有名 那如果在这个我们大企业的支持领导之下 能够让我们的食安问题受到这样的重视 那我们从一开始食材的溯源 到一个整个安全体制建立 到我们整个在公餐的时候 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等等 这就是保障我们民众一些我们的市的安全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相关的单位来在做 也不只是说你市府的一个重视 那其实所有的消费者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个人安全 那每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也都是会睁大眼睛来看 那同时呢 大家也都会去想说 这些食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那所以呢 在这个样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个食材登录平台 在过去就一直有 那在蒋市长就认之下呢 其实他这个非常强调食安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几年也持续的来强化 不只是过去 大家在这个上面所看到的 我们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登录平台 我想就是不用再一个一个念 那我们还是持续来增加 那像这次增加的 上市柜的这个平台 那事实上最重要就是 因为大家的影响力非常大 民众使用的机会非常多 那我们在这边呢 事实上是提供 不管是业者或是民众 对于我们的食安 更加的有信心 那他们知道说 这些东西的来源都是可溯源 可靠 而且呢可以信任 我想这对于整个国民的健康 那事实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卫生局表示 依据台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条例 第七条规定 经卫生局公告类别 或规模之食品业者 应加入食材登录平台 公开食材来源 若业者未完成登录 经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将依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还 希望业者都能配合 共同为食品安全把关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